人民力量的節目第二節跟大家見面 我們仍然在溫哥華 Swanner和Ocean繼續在 我們兩位新朋友就是TNT和Jordan Jordan是年輕的代表 我們經常說這個人民的希望 全部靠年輕 TNT其實都不是很勞 和我都差不多年紀了 你帶我兩個年紀 所以我們都很年輕 充滿招勁的力 我們加勢很多人 剛才講了Jack Aiton和HST 聯合銷售署 剛才Fred提到的正確名稱是聯合銷售署 講完兩個題目 另外兩個題目大家很有興趣 一個是有關香港的替補機制 其實替補機制是我們剛才講的公投 根本是很有關 政府因為怕公投才要有替補機制 而替補機制引起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政府早前向立法會提供了一個法例草案 亦都正式放在立法會 說要進行二三讀 但是在進行二三讀期間 就碰了七一遊行 二十二萬人上街 林公公下台 反對替補機制 政府又騰雞 就說要重新再諮詢 其實歷史上真的沒有試過 由九一年立法會有直選到現在 從沒有試過有些法例已經上了立法會二三讀期間 才突然間將二三讀暫停 就沒有撤回的方案 但是將整個法例的精神原意等等的發展 有關的建議有不同的可能性 再用諮詢明件再重新諮詢民意 之前未做諮詢就扔去立法會 是不是這樣 政府就沒有承認沒有做諮詢 政府就說已經很清楚了解民意 你知道林公公的 那些公公娘娘一向都是 以為自己可以操縫一切 以為自己可以在皇上的主子 主司下就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二十二萬人上街之後害怕 因為替補機制的諮詢 正如很多人的感覺 這個諮詢根本是假諮詢 是毫無意義的 因為你沒有理由 那個條例仍然在立法會二讀進行 那才開始諮詢 那才再諮詢是甚麼意思 你先撤回後諮詢 因為有少少誠意 你的條例仍然在 因為我和中文威嚇他們 我們入了一千個修訂 你只是討論我們的修訂 都討論起碼七七四十九天 所以在很多情況進行之下 很多朋友認為是假諮詢 所以在早前的諮詢會議裡 有一班市民 包括政治團體的成員 議員和人望的朋友 所謂衝擊場地 引起很多討論 主流傳媒和保皇黨 包括我們一些偽民主派的成員 譴責 又說甚麼暴力 警方今天可能是昨天 應該說時間深夜 逮捕了七個人 包括皇上 長毛 長毛的助理 和學員的 大面罪 人名我們未掌握完 但我們了解 拘捕了七個 進行這個調查 但我們了解 未正式檢測 有些朋友覺得白色恐怖 你當時不去拘捕 很多時候是事後 香港警務署的新做事模式 現場不拘捕 很多時候有事發生 事後 早上還未睡醒 二宣上家去捕 即是跟斯卡林一樣 這個白色恐怖 即是日後 可能捕完之後 就不知去了哪裏 上早流流 被隔離的奸人 你不要再去 那麼麻煩 他們是告會七位甚麼罪 他們主要兩樣 非法集會 一個就是 破壞公共秩序和破壞 即是搞成凌遲 恐難的花盆 恐難的花盆 其實這次的主流 全部歸了 他們說這件事 就說得很平面 他們不覺得 兩場公開諮詢會 但全部的座位 都被公公婆婆罷了 公公婆婆一車一車 任整個旅遊巴車 如果公公婆婆自己自願報名 我們不會有年齡其事 但很明顯公公婆婆不是自願 是某些政黨某些政團 一開始諮詢 已經打電話幫他們報名 然後安排他們來 而他們說話 你問他們說甚麼 不是太清楚 叫了他們的名字 立刻就拿張紙 照顧那張紙就照度 但是個個的立場 九成九都是這樣 這是一貫的做法 這是他們的一貫的做法 那些人想去發表意見 得起門而入 又怎樣 都會有大把位 人情 人之常情 就會希望我們去發表意見 就是盡量市民的責任 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諮詢安排好些 你這次很多人不報名 沒有的 你留下個名 我再安排多客一次 其實就很難 為何加長 其實在加拿大有很多 很多這些諮詢會 特別關於一些城市規劃 那些我就經常見 經常見 經常見 幾天的 開三天三天 那些人來到門口說話 那些公開聆訊那些事 差不多每一個人報名 都必定給機會你說話 他擺明是一個假諮詢 造成大龍光 然後說 我們有兩次諮詢會 有幾百人來過 那 劉邦所說 我們都談過很久的了 應該盡量是三谷了吧 這樣 不然又被預備罵到反轉 還有 政府真不知羞恥的 你看到 諮詢會有很多警察 我真的以為是 我真的以為是 是警察諮詢 不是政府諮詢 是警察諮詢 我真的沒有試過 我們每年施政報告也好 財政預算案也好 由港英年代 我自己由九十年開始做立法 多年立法局 每一次上去政府總部 都例行已去到 以前還不用點登記 直接上去 今年仍然去舊政府總部 都未去新的 舊政府總部 早來兩年前 我和黃宗文上去見 曾任權 即是第二件 我們施政報告的建議 嘩 一日去到門口幾個警察 除了那些所謂的保安人員之外 又正式是警務處的警務人員 接著在一個電梯口 從未見過過我 因為你入到政府總部 你要坐電梯上樓上 在一個電梯口 有個警察 動了在電梯口的入口位 他走出來 我就可以入一個電梯 是否新的arrangement 怕你們帶炸彈 什麼 他就未搜我們 但是你的問題就是 你在政府總部 上去那個電梯 很小的一個電梯 政府的虛脅 洩了一個Police State 香港現在是否變成了一個Police State 就離Marshall Law 出Marshall Law 你那些政府高官的辦事地方 可以這麼虛脅嗎 其實做得壞事多 我晚上行家都怕撞鬼的心態 差不多 以前 港英年代 如果大家記得 例如你去冰頭花園開車去 你可以將一部車 星期日 拍在政府總部 當時遭比 然後就走過去冰頭花園 現在政府總部 就全部封了 你晚上不可以拍 星期六就不可以當停車場這樣拍 平時董建華年代已經開始 將整個政府總部 用這樣的鐵支 就圍了政府總部 跟著上面有個套子 這樣套著的 是吧 進去 全部的車要登記 所有人都是要登記的 暫暗十幾年 整個香港的管治 我經常覺得 它的政府總部好像監獄一樣 是吧 唉 這樣就是 我們真是搖頭彈性 搖頭彈性 就是你離開了香港太久了 是啊 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這個政府 是吧 所以那個剃補機制 因為基於五區公投 引起這麼多的政治鎮壓 基於這個剃補方案的諮詢 又引起這麼多的問題 還有你那個剃補方案 就剝削香港市民的 那個補選的權利 又引起市民的反彈 所以 咦 剛才我們上一節所說 公投原來可以製造社會和諧 公投原來可以達至社會共識 如果政府 香港也好 北京政府也好 接受這個公投 香港其實可以和諧很多 不用這麼多肢體衝突 又不用這麼多社群之間的矛盾 如果這個事情就是一連串 就是你開頭 因為你沒有公投 因為有人做 應該擁持建設公投 然後你就覺得 這個建制派就覺得 或者政府就覺得 要堵塞這個流動 制止他們 不讓他們做這個建設公投 就做這個替捕機制 替捕機制也都有人反對 然後就做一個諮詢 做諮詢又搞出一件事 這些一連串的事件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一連串的事件可以避免的 就是如果你有公投 給別人公投 那就沒有這些麻煩的事 大家都很開心 我們有個新口號 公投是導致社會和諧 沒錯 還有他的替捕機制 他扔出來的替捕機制 那個替捕機制的方向 簡直是見到都會笑 但他數夠票又不理你 霸王眼上公 總之扔這些東西出來 就是這樣 沒得談 為什麼沒有得解 就是ad hoc 我們叫做ad hoc 見到見招拆招 見招拆招 就是沒有一個vision 沒有整個系統的想法 你說這個不行 我就改改它 你又說不行 我又改改 總之改到得為止 總之要當那些ad hoc case 沒錯 就是這樣做 還有那個替捕機制 其實不是堵塞 不拘公投的流動 是堵塞自己政府的流動 你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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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新加工人組別五隻 就是全香港 投票 選出來的 是 即使這樣 你隨便找一個人辭職 可以引發公投 是嗎 是 所以政府就是 要用那個替捕機制 就是堵塞自己的流動 是 講那個替捕機制 還有那五個新功能組別 這個和民主黨很有關係 是嗎 亦都跟這個所謂普選聯很有關係 那我們是不是下節才開始 這個普選聯 普選聯和資料的朋友 早前來了溫哥華 是 我聽到Sawana都見過他們 是 沒錯 沒錯 似乎你跟這個 紐約和多倫多比較客氣很多 我們很客氣的 說回上次他們來 之前會來 那何正是沒有來的 何正是沒有來的 只有李卓人 麥凱華和 朱義明 所以溫哥華的朋友 客氣了那麼多 沒錯 何正是沒有來的 何正是最大人生的 因為他是個標準 他不可以避 李卓人他是投反對票的 那麥凱華說我不知是甚麼 他又不是議員又不是成 那原來他是民主黨的 民主黨的 那朱義明他是牧師來的 他是普選聯 但是他不是政策 他是一個政治團體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選舉一個 什麼 所以我們就要行為 沒有了一個目標 沒有了一個針對的目標 沒有了一個針對的目標 不過李卓人都以我 我看了一些影片 有些影響麥凱華的說法 有些場合 講回民主黨為何接受 我們所謂的偽政改方案 他都講到以我我 他講到以我我 他是 麥凱華 我想我是認識他的 他不認識我 但是他在很久 他在清倫館很久了 他都講到以我我我 他都講到以我我 他是講不到重點出來 問他 他只會 是啊 我們認為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就是 香港人接受的 又是講完這些 那其實整個民主黨 他自己的態度 都是很 之前議隊都是很模糊的 海媒 對就是海媒 這樣就沒有 這次我很失望 為何劉慧卿不來 對吧 因為劉慧卿搞了我前節 跟著搞了不是你講什麼 是你講的 不是 他今天就是無奸路 嘩 這是新觀點 不是 是 百分之一 你說我說的 就是他以為他要告你被捧 那就是告我 那就是告我 你用什麼 證據我來的 就是無間道 這句話很抽象 很抽象 那究竟誰是他真正的老闆 他沒有說 是吧 他可以說無間道 我是代表香港人 即是 我真正的老闆是人民 都可以的 是吧 那可能他有點夢幻多事 就是想著我做了這些東西 出來的表現 你不如你拼我吧 我拼你做什麼 那總得人拼他 說回上次 支聯會他們來 我可以告訴你 支聯會 香港現在的支聯會 就是已經去試圖畫 即是他來到 我們坐在這裡兩個小時 他一次都沒有看試圖畫 Not even once 一次都沒有看 沒有提支圖畫 沒有提政改方案 晚空就講六四 什麼悼念 香港維權人士 我們支聯會做了些什麼 完全不 他想抽水 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是支圖畫 即是我在泉下 就真的很傷心 就是我都死了不多久 那你就已經完全不是我 但是很奇怪 你說支聯會 譬如李卓人領導之下 和海華 就是牧師 你注目來到溫哥華 完全不看他 但是在香港 即是民主黨 即是直到司徒華 那個大江東去出之前 由他去完之後 即是那幾個月 是不斷消費司徒華 一消費到大江東去出 就是不消費 就是停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大差異呢 就是來到溫哥華 就是完全 關於司徒華的名字 都沒有提 那個 就是對這個民主的貢獻 對這個 民主運動的貢獻 完全沒有提 因為剛剛出了大江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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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覺奇怪 在刁莊和Toronto 反而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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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就是因為他猜到別人會提 所以他就自己提了 可能你 你 何俊仁在這裏 因為出事都是 出事的身材 是出事的身材 是出事的身材 你不是廣東 掩著頭 是啊 剛剛出了大江東去 我們其實想 何俊仁來 問他大江東去 但是何俊仁沒有來 我想加拿大的朋友 一般都很支持 這個支持中國愛國民主運動 但是對民主黨 和對普選員 關於支持 這個是偽政改的方案 出賣香港市民選舉的權利 一定有強烈的意見 我們等一下回來 就會講講 咦 關於這個偽政改的方案 和接下來的區議會選舉的情況 我們再聽聽 這個加西朋友的意見